哈喽同学们欢迎光临到世子老师的博学课堂 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讲的仍然是关于签字文方面的知识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签字文的开头四句对不对 那看看大家回去背了没有啊 背 昨天就读了没 读了一定得读对不对 那么在读的基础上读熟了明白它的意思了 我是不是觉得把它背下来了呀 是的 这样久了 这个时间一长我就可以背下越来越多的文字 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好呢 是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试着一起来背一背好不好 好 来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银座 成绣列章 对不对 简单十六个字 人家这个周星寺就能给拼在一起 还成句对吧 很厉害 那么今天陪咱们一起学习第二讲内容的小朋友是谁呢 我们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秋秋 今天是可爱的秋秋同学 当班跟我们一起学习 签字文物质篇章的第二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仍然只有十六个字啊 就是根据上一节课的十六个字之后 看看周星思又是怎么往下编的好吧 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文章 首先还是汉字没有拼音 那么接下来试着老师仍然贴心的把拼音为大家准备好 那试着跟老师一起读一读好吗 好 来 好 调阳 好 老师再完整读一遍 大家认真听一下好吧 寒来暑往 秋收冬唐 润鱼成岁 绿旅调阳 那么在这岁字当中 老师重点提出一点 就一个拼音 希望大家能够重点注意一下 你看这个绿旅两个字 乐和于拼在一起 对吧 对 所以有的时候同学们在写拼音的时候 可能就会马虎粗心 忘掉两个小点 对吗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 乐和于拼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定要把两个点保留的 为什么呀 因为乐和呜能不能拼呢 可以 乐呜呜可以拼 对不对 那乐和呜也能拼 乐和于也能拼 乐于呜乐呜呜呜呜呜 那如果我都选用呜的样子的话 我还能分出 我到底想说的是哪个字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这样一个拼音的重要规则 同学们一定要记清楚了 好吗 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句一句的 诗子基督 每一句话 咱们来看一看到底讲什么意思 那今天这四句啊 确实是挺有难度的 老师呢 会选择大家能够理解的部分 为大家进行讲解 好吧 好 咱们一句一句来听 第一句 叫做寒冷暑网 那咱们拆开来看啊 你看 寒和暑 这东西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 对 为什么熟悉啊 寒假暑假 咱最喜欢放的假期就叫这名 是吧 寒假说明是什么季节呢 冬天 冬天的暑假呢 夏天 太聪明了 那也就是说明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事 是吧 是 那这来和往又是一组 反义词 那么我们来看寒冷暑网 那可能本来是夏天的对吧 结果谁来了呀 寒冷暑 本来是夏天的对吧 本来是暑呢 结果后来月往后退 一中一隔了一个秋天 就来到了冬天 当冬天出现的时候 有可能冬天和夏天同时在一起吗 OK 不能得走一个对不对 那冬天来了 夏天就得 走了 走了一个 所以现在我们就发现 我们生活在冬天里了 其实它只是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 四季是不停的 更替的 更替的 再交替的 对不对 春夏秋冬四个纪元 它没有办法写出来 于是呢 它就写了寒冷暑网 但其实我们应该明白 周兴四想说的其实是 一年四个季节 对吧 对 配着寒暑 就给大家积累下来了 不仅仅是寒假暑假 那古人非常喜欢用寒暑来代表 一年 我经历了多少个寒暑 比如说我经历了九个寒暑 才上完这个小学和初中 说明我这个 这个义务教育是几年的呀 九年 九年 寒暑可以表示一年的意思 它取了四季中的其中两个季节 这是一种惯常的用法 能够理解吗 那 诶 寒暑我们了解了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来和往 刚才老师提过了 这来和往是一组 哇 一词对吧 对 啥意思 你看 来 假如我们说我从这个A点对吧 我要来到B点我去吃顿午饭 可以吧 可以 如果这是表示来的话 那什么叫往 从B点回到A点 对 我要回去的意思 那这个方向肯定是相反的 从这图上我们也能看出它们的意思相反 这肯定是一组反义词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时候会用到这样一种反义词 比如说你看 来来往往 这个街上人特别多 大家都来来往往的 车辆也来来往往的 说明什么呀 大家走得 非常的乱 乱 也不一定乱 但是方向肯定是不同的 就有来就有往 有人往东去 那肯定就有人往西走 来来往往 川流不西的感觉 对吧 对 不仅仅是人和车可以来来往往 有的时候啊 你看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语叫做 礼上往来 这个词也有来和往 只不过颠倒了个顺序 但它们还是同样一个意思 那这个礼 是说我们送礼物 你送我礼物 我也要送你礼物的意思吗 是 是啊 那就错了 可得接一个乱式子了 今天老师星期后就不送你乱式子了 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礼主要指的是 人和人之间应该讲究一定的礼貌 礼节的意思 那么这个上就是崇尚 像咱们中华民族一直都说 是一个礼仪之邦 对不对 对 我们特别喜欢对别人讲礼貌 所以我们在讲礼貌的时候 就要讲究一个有来有往 如果球球你不尊重我 我还会对你有礼貌吗 不会 不会 我们要将心比心的 对吧 对 但如果球球早上一看见我说 哎呀 师父老师你好 特别有礼貌 我特别想你 我这么一高兴 我肯定也会说 是 这个球球老师也想你 我也特别想念你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我们以心交心 以礼待人 这样的话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才会更好 只能说明是有来有往的 对吧 对 所以来往 希望同学们能够简单的积累一下 第一句算是说完了 能明白了吗 明白 还来说啊 那下一句叫做 秋收东堂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呀 它又是 嗯 把四个季节 只指了两个季节是吧 嗯 它就得看哪两个季节了呀 秋冬 秋冬两季 那前面还想拿两个季节呢 春夏 春夏 它其实呀 是在说这个植物生长的规律 主要是在说这个植物 那想一想 春天的时候 咱们就以庄稼为例 农民博物应该做什么工作呀 春天要播种 播种了对不对 嗯 那么夏天呢 夏天要除草 要除草 要去照顾它对不对 嗯 然后到了秋天呢 要丰收 丰收 它成熟了 我就去收割它了对吧 对 而最后一个冬天 冬天就吃吧 冬天 我收割好了 我再把它 藏起来 不是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 就是我要把它 储藏起来 对吗 嗯 咱们这么一分析 一年四季这个植物 怎么样去 成长 怎么样 生长 最后怎么样 作为咱们人类的粮食 是不是就全种了呀 嗯 所以说这句话 是一个省略了的句子 那我们看一看 完整怎么说呀 春生 哎 春天 我把它种进去之后 这种子可能会发芽 对吧 对 那么夏长 就是它 茁壮成长的时期 接下来秋收 冬藏 咱就冬离间 是吧 是 你看秋天 肯定是农民 伯伯 农民婶婶们 在不停地收获粮食 而冬天到了冬天 哪怕是小动物 它都要开始 煮汤粮食 以小松鼠为代表 对不对 如果冬天 你去它的树洞里 可能会发现 很多很多 它秋天收集起来的松果 是吧 是 所以这一句话 讲的又是一年当中 这个植物 跟咱们人类之间的关系 是吧 是的 好了 这个哈赛书 秋收冬藏 全讲完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再往下看更难了 这个叫做 润于成岁 一说润 可能同学会想到 有一个年份叫做 润月 润年 一个年份肯定是润年 对不对 那么这个润年 有一个特殊之数 就是它 二月份的时候 二月份的时候 会有 二十 九天 那么这个润年 多长时间轮一次啊 四年 四年 对 这里面可以给大家 一个简单的 一个计算方法 除以四能除开的 这年份就是润年 对吧 那么其实这个 它讲的就是这个 润年是怎么来的 可是人家这个 过去的历法啊 算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阴历的润年 是怎么来的 阳历的润年 是怎么来的 老师如果全力说完了 估计你就懵了 那么老师之间 最简单的一种 咱们的阳历润年 怎么就算出 四年一润 好吧 咱们把这个道理 给大家讲一讲 那想一想 咱们现在一般 一年有多少天呢 三百六十五 透明 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对不对 对 但其实经过科学的 研究和证明 人们会发现 真正的完整一年呢 它不是三百六十五天 它是多少呢 它是三百六十五天 又 也就是零的意思 多出了五小时 四十八分 四十六秒 还多了这么几个小时 那想一想 每年多这么一个 多这么几个小时 是不是很不好算呢 是 它也算不成一天 它也算不成半天的 可是我们就发现 它将近六小时 对不对 那四乘以六是多少 二十四 算得真快 二十四小时是几天 一天 一天 所以大家发现 如果把每年多出来 这几小时乘以四的话 我把四年多出来的时间 并成一天 合到这个年份当中 是不是就更好算一点了呀 是的 所以就这样诞生了一个润年的道理 能够明白吗 能 老师重点讲的其实是 阳里的润年 不是阴历的润年 阴历的润年 因为更加繁琐 更加复杂 所以老师就先不难大家了 咱们这是润于成岁 对吧 好 最后一句叫做 律里调阳 这就更难 但是呢 老师一讲完你就明白了 首先这个阳 他指的就是阴阳两极 听过吧 咱们总会探到这样一幅度 叫做太极 它是阴阳 是吧 那么这个阳可能就是 其中的这个阳 古人总是认为呀 世间万物都是这种 相克相生的 阴阳两种气氛 也是一样的 他们总觉得 地下藏着阴阳两种气 他们会互相对抗 在每年的不同的时间呢 这个有的时候是阳气比较重 有的时候是阴气比较重 听过这种说法吧 听过 那么怎么样把这种不同的 这个时节的时候 这个阴气和阳气 它这个表达的更清楚 让人们更明白 人们想用节气 来把它表达清楚 可是呢 咱们之前已经发明过 历法日历了 对不对 对 怎么在合适的日期 说明什么时候 是什么样的节气 从人们 这个古人们 又开始讲到了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仪气 把它给测算出来 把它给表示出来 于是就有了什么东西 来调这个阴气阳气呢 铝 绿铝 绿铝是什么东西 分别叫做绿管和铝管 其实说白了 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一种 叫做调音管 那么绿管和铝管各有 六根 加一起多少根啊 十二根 十二根 那么人们是怎么去调它的呢 它怎么做的呢 主要啊 就是把这几根管子啊 跑到一个山下面 西北的一座山下 把它们给埋到地底下去 那么在埋之前 管子里面要塞上一些灰 很轻的一种灰 埋到地底下之后 埋到咱们今天所说的冬至的时候 这个时候 人们觉得是地下的阳气 是比较重的 比阴气还要重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听到 其中的一根管子当中 忽然会发出嗡的一声 为什么 因为阳气比较重啊 它把这个管子里面 塞满的这个灰塵给推出来了 灰塵出来的时候 会发出一声嗡的声音 那么这个声音一出来 就表明现在 已经到了阳气最重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 就被人们启名为 咱们今天的冬至 明白吗 明白 这些冬至是怎么来的 而且这个绿里啊 它特别的有能力 它不仅能够调节这个阴阳 两种气体 不仅能够给我们规划出 不同的节气来 它还能告诉我们 当时这个嗡的声音 就变成了咱们今天 音乐当中的一种调子 被叫做C调 学钢琴或者学乐器的同学 应该比较熟悉 对不对 这C调也是从这嗡的一声当中 所体验出来的 所以这个绿里调的 不仅有阴阳 还有音律 对不对 对 非常有能力的两种管子 对吧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调音管 一个定出C调 一个定出动智 大家现在能够明白了吗 可能有点难 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 认真把它记住 以后可以讲给更多的同学听 好吧 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四句话 就算是讲完了 那同学们一定要熟读 了解它的意思 并且尽量地把它背下来 对吧 对 了解了之后 才能更顺畅地把它背出来 更流利地讲给别人听 把它讲清楚 那么说到这儿 咱们这个签字文第二篇章又讲完了 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下节课还有什么样的内容 等待着大家呢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